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激如內藏,廟名心言,離激,離非,視激,非激》 前面是說《激如內藏,一切拘非,是顯空激如內藏》 又說《激如內藏,一切拘積,是顯不空激如內藏》 這裏就是解釋真空,不愛妙有 妙有不愛真空,就是顯空不空激如內藏 那麼空而內藏就是真低理,不空而內藏就是逐低理 空不空而內藏就是中低理 所以這裏的三段經文就是講真、逐、中、三帝的道理 前面的真、逐、一切發皆非,以及逐、一切發皆激 是講完了,現在這裏就是真、逐、元、中、道的妙利 激如內藏就是激於前面所講一切拘非、一切拘積的如內藏性 那麼這個如內藏性不是真正是分開空還空、逐還逐、中還中 而宇宙是激於這個空、有的如內藏性之中,就有這個中低的道理 所以說激如內藏,妙明深緣,藏性不可施以,就稱為妙 那經常講不可施以,怎麽叫做不可施以呢? 這個施就是心施,心施量去想 這個異就是異論,口去講,去談論 這樣就叫做施以 怎麽叫不可施以呢?就是這種的道理,那種情形 當然,你不是用這個心可以想得到的 你自己未達到這種程度,用這個心想不到的 是不是可以用口來講得到呢? 我們未達到這種境界,你用口來想談論,談論這種境界如何如何 你亦都是想不到的,所以用心是思維不到 用這個口是講不到,就叫做不可施以 所以就叫做妙,這個心光能夠普照法界,照了一切法,就叫做明,所以叫做妙明 那這個不可施以,光明朗照的真心呢? 原本是我們眾生所具有的,所以就稱為緣 妙明心緣就是這樣解釋 離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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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前面一段經文所講的 戎外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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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一切世间出世间法 即是离有 这个离非 离开非一切世间出世间法 就是离空 所以非世出世法就是空 即世出世法就是有 然后说离迹就是离有 离非就是离空 换一句说话来说 如来藏不是有 亦都不是空 空有皆离 故事就叫做离迹离非 就是数除一切法 一切妄想情则释皆数除 一切有违法 世间法出世间法释皆数除 所以叫离迹离非 事迹非迹 前面那句离迹离非 就叫相离空有 这道是迹离非迹 就叫相照空有 即是空有都具足这样的意思 一方面是离 一方面是具有 这个迹字 是迹非迹 是迹这个迹字 就是属有 是迹离意思就是有 非迹呢 一个非字 就是不迹的意思 那非迹呢 就是说不迹离 不是迹 所以就叫迹离 不是迹离 就是空 现在是迹离非迹的 是迹离 这个是迹离非迹 这个是迹离 我们分开来说 就是迹离非迹 迹离非迹 迹离意思就是 是十八戒之有 是迹离非迹离 意思就是 是十八戒之空 即是说 如来藏 是十八戒 亦是非十八戒 是有 亦都是空 那这种道理呢 就是相照空有 相容空有的意思 直接来到说 即是说 如来藏中 空有 东聚足 所以就叫做是迹离 非迹 前面离迹离非 bridge 是相相相空有 其这里就是相 俱空有 亦就是相 俱空有 空有圓融,空有相離相照,為是一心,不可思議 這種就是中道的料理,屬於空不空而來作 故此離激離悲是激非激這兩句就是指空不空而來作 是中道的料理,佛陀開示這個空不空而來作 他的目的就是要令修行的人依著來修 就可以成就妙禪羅的中觀 接下來的人聽到佛開始如來葬,非勢出勢法 就能夠成就妙車摩托的空觀 聽聞到佛開始這個葬聖,非勢出勢法 就能夠成就妙三摩托提的假觀 聽到如來葬,離激離歇,視激四激,就能夠成就妙禪羅的中觀 所以下面經文說,雨淡不除身別,狂心就遁血,血跡逃提 天島一畢生,施激如來,真三摩托提 就是這樣的意思 上面所說的三如來藏 就是三嶺、也就是三大、也是三身、也都是三德 空而內藏,就是真摩托提 三大之宗就是上大,三生之宗就是属於佈身,所謂圓滿佈身,三德宗就是屬於智慧,是般若德。 一個不空如來臟就是逐低利,三大宗就是用大,三生之宗就是怨身,三德之宗就是屬於解脫德。 空不空如來臟就是中低利,三大之宗就是體大,三生之宗就是發生,三德之宗就是發生德。 故此,本京所開示的元三帝禮,是以這裏的一段經文最為明顯的,可以講這個三月內臟,講得最清楚,最明顯的。 其實佛陀自從允許柯蘭宣說這個首寧形大定之後, 佛陀自從允許柯蘭宣說,處處都是開示元三帝禮,因此就能夠令到柯蘭以及大眾都頓悟自身。 現在為這個無學大眾,佛陀再次宣說這個二三帝禮,令到他們知道萬法為心,為是一臟性,臟性中具有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 那麼這個即空即中的道理,是不可以用言語說話來表達得到的,也不可以用心思測度得到的。 他的微妙之處,只要是正到才知道。 所以底下佛陀擱臂虎流浪,他說你用所知的心,來測覺如來的無相菩提, 用世間那些言語,欲想誤入佛的知見,你這種情形,完全是屬於遺情,不是智慧的人。 那名七大元容之理,並不是你們這幫聲明人,少知少慧所能知道的境界。 那麼我講到這裡,我引用觸摩法師曾經說過幾句說話。 蘇方法師曾經說過,佛經的道理,佛教的佛學的道理,到底是很深奧,很微妙。 不是我們普通的人,所有的境界來的。 所以任你講經的人,說法的人,口才是怎樣好? 口才是多麼無礙,怎樣用盡這個方法,做深入淺出的功夫來去講呢? 但是對於初學研究佛法的人,始終都是感覺有一些隔膜,有一些膚躁。 那麼如果你想要化除這些隔膜,一定是要發出這個知誠心, 以這個忍耐心去多聽,多想,多研究。 那麼聽得多,想得多,這個趣味就有了。 就只是這個興趣入你發生。 那麼你發生興趣的時候呢,就會感覺到佛的道理,的確是非常之高深。 但是你能夠明白這種道理,你能夠生日去做多做功夫呢? 你這種沽躁的感覺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認為他說得是非常之對的。 故知我們一個研究佛學的人,一定要把握機會。 因為世間是無常的。 我們有機會去研究佛學的時候,最好多用一些心機,多去研究,多聽多看。 那麼漸漸漸漸漸,一步一步深入。 因為佛學的知識是非常之高深。 而且真是引導人生長智慧的。 如果你能夠佛學深入的時候,自己的智慧又生長。 生長智慧的時候,當你用起那時候,你就會覺得很隨心如意。 故知我們學佛、研究佛經的人,一定要把握機會。 不要以為自己現在年紀很輕,還有大把時間,不要這樣。 因為世法是無常。 有機會的時候,就要多些爭取這個機會去研究。 因為現在佛法,一定要多些人研究佛學。 所以俗佛為名。 俗佛為名,最重要是多人研究佛學。 多人說法,多人去講解佛學。 這樣才能夠延續為名。 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間聲聞原覺。 以所之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 用世語言,入佛之見。 譬如,琴失、空喉、琵琶。 須有妙音,若無妙子,終不能發。 與與眾心亦伏如是,補各真心,各各圓滿。 如我按指,海印發光。 與暫舉心,陳勞先起。 由不勤求,無上角度,愛念小成,得小為足。 這裏就是佛陀,責備我們的凡夫,以及團教的三成人。 迷失,迷了這個萬法迷深的道理。 前面滿持專者,所問的地、水、火、風、雲何不相靈滅呢? 這裏就是屬於眾生的知見。 七大是元庸,乃是佛陀。 親見、親正,屬於佛的知見。 故此佛就怪責他所問,是不應當。 但是如果真實一點來講,專者是否真的不懂這種道理呢? 他不是不懂。 他之所以這樣問,就是要為了利益大眾,大權示現。 那些人假作不知,求佛是解釋這一種疑惑。 如何這兩個字,就是為了什麼的意思。 含有怪責的心意。 就是為了解,為了解你們這個世間三有的眾生。 世間就是指這個友情世間。 三有眾生。 三有就是欲有、色有、無色有。 換一個名詞來講,三有就是三界。 因為在三有中,這個友就是有因、有果。 由因必定是感果。 因果是不會流失的。 所以就稱為它做有。 那三有眾生。 那三有眾生。 即是三界的眾生。 及出世間聲聞原覺。 由於依依佛的教法。 修行。 發生效力。 斷除煩惱將。 不再受世間生死苦, 出來世間生死的範圍, 所以就叫做出世間, 不但三界眾生為, 不知道圓三帝理這種的微妙道理, 即於這個聲聞,圓國, 他們也迷不知道圓融的妙理, 異成聖人,他們雖然斷了煩惱, 了生死,出來三界, 盡到我胸真語, 但仍然迷, 不知道如來藏聖元三帝理, 就算是淺慧的菩薩, 他也不明白這種道理, 所以這裏的經文, 只是凡夫及義成, 沒有說出菩薩, 因為菩薩的法則比較輕, 聲聞圓國的法則偏重, 故此佛陀特別舉出異成人, 責備他們的迷惑, 不了解。 以所知心, 三界眾生的所知心, 就是前七總色, 聲聞圓國, 未曾得到無分別志, 見到有生死可了, 見到有涅槃可正, 以為要離開生死, 捨棄生死, 然後才正涅槃, 見到有修有正, 亦都是所知心, 乃是屬於第八識, 凡夫與義成、聖人這兩者, 都是屬於妄想情類, 所以說, 三有眾生及出世間, 聲聞圓國, 以所知心, 測度如來, 無上菩薩, 如來, 是能正菩提之人, 無上菩提, 是所正之法, 有這個無上菩提, 是能正之志, 三如來藏, 是所正的妙禮, 佛陀, 以十至菩提, 正到空於內藏, 以方便至菩提, 正不空於內藏, 以真性菩提, 正不空於內藏, 這個三如來藏, 是佛的境界, 其餘一切人, 都不能夠知, 現在凡夫異成, 以所知心, 妄想測度, 如來以三智所正的極果, 那你測不測度得到呢? 當然是測度不到, 或者完全是妄想情類, 實際, 就是徒勞無益, 用世語言, 入佛之見, 佛果的無上菩提, 是佛陀以妙明, 不滅不生, 才能夠契合這個如來藏, 這種境界, 屬於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 這個意思就是說, 言語不能夠說出, 心思不能夠測度得到, 佛陀為了利益眾生, 在一個無言說之中, 方便善口以言說來度開示, 但是眾生不了解言外的意志, 反如在言語之中, 就望起分別, 用世間的因緣自然, 和合及不和合, 互相靈滅, 及互不相容等的言語, 妄家來推測, 欲想以凡夫的知見, 進入佛的知見, 可不可以做到呢?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可能, 佛陀以下再用一個譬如, 譬如, 禽失, 空後, 琴瑟, 雖有妙音, 若無妙子日中不能發。 這裡達一個譬如, 令到难解的妙理成为二知二解 这个琴室空后都是属于乐器 所以我听到有些人 有些出片的人有时说音乐 音乐本来这个乐是要读乐的 要读乐的 我听到很多人说音乐 其实我们应该要读音乐 这里是琴室空后琵琶 这些是属于乐器来的 不是乐器是属于乐器来的 这些乐器所出的声音都是很优雅 说到这个琴是有很多种 有这个胡琴 有风琴 有圆琴 有钢琴 古时的圆琴 相传是伏稀是制造的 琴是什么意思呢 琴就是禁的意思 就是说这种乐器弹就起上来 要禁止这个邪恶令到人听到这些声音 这个心意回归于善 回归于静 所以琴这禁人 这个琴是长有三尺六寸 它是象征三百六十人 在琴的上面装饰有这个或者这个金 或者是玉的圆点 用这个金或者用玉做成这个圆点 那这些圆点呢 清了它叫做徽 就是做这个徽至识别的 做记号的意思 那这个琴的全个琴的琴缘 共成是有十三细 如果你用手指按这个圆弹奏 就共成有十三种的音韵 那你是用这个铜木制造 这个铜木就是那些铜树的木 来制造 在信帝的时候 就是用信的信 这个信帝的时候 只是用五弦就是五弦琴 这个弦就是弦线 这种弦线是用交过的生 生丝造成的 一弹起上来就有声音出了 用这个弦琴啊 是就这个南风的歌词 称为南风的歌词呢 就是古时有这个古典的歌词来的 就是这种歌词就起上来呢 是非常之敦口 非常之和雅 令到人家听到的时候呢 心意非常之善 一种唇口的松弃 所以就是以弦琴 就这个南风的歌词 那后来知道这个文王武王呢 他们各个家多一元 那在各家一元呢 就表示配合君臣之德 那所以五弦之中 在各文王武王在各家一元呢 就成为七元 就是现在所用的七元琴 这个书呢 也是一种乐器 古时呢 就是用五十元 有五十元那么多 后来呢 就改为二十五元 每一元都有柱的 就是那些小小的一支支的 可以移动的这些柱 它移动的是要来到 调教这个阴韵的高低清俗的这样 空喉呢 就有十四元 那是古时的 有一个人叫斯元 所做的 那这种空喉呢 是有横咒 就是打横来咒 或者是极咒打极来咒 就是横咒与极咒两种 那相传这一种乐器呢 是从百祭国传来 故此又称为它做百祭琴 但是现在呢 已经失传了了 极咒与极咒 我想人人都见过了 也是一种乐器的名字 是有四条圆线的 那向前这样推出呢 就叫做皮 向后这样却入呢 就叫做爬 那这四种呢 都是乐器 所发出的音声呢 都极其之美妙的 虽有妙音 若无妙子 终不能发 那以上的四种乐器 虽然它们含有 美妙的音声而已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妙子来到弹奏呢 始终不能够发出它的妙音 那本来手指呢 就没有所谓妙与不妙的 并不是将那个手指画到花绿绿 就叫做妙子 那这个妙子呢 就指曾经从名师学习过 训练有数了 知道其中的恶理文露 手法纯属 就称为叫做妙子 有妙子 就才能够发出这个妙音 如果没有这个妙子呢 就不能够发出这个妙音 所以有时候我看见人家弹钢琴 弹得都不知道多好听 你自己去按一下呢 那些声音呢 都不知道是什么声音 听到就是刺耳的 就是因为没有妙子的缘故 你曾经过名师训练 人家经过名师训练 那只手指随便 动两动的都不知道多好听的 所以这些情呢 善慕都善慕不到 想善慕主就去喝 那这里的琴室 空厚琵琶 就是譬如什么呢 譬如七大之上 这个妙子就是譬如有妙修行 妙音在乐器中不能够见的 我们只是弹就听到声音而已 但是你想找一下那个声音在哪里呢 你就算是将那些琴打烂破碎 你都找不到他的样子是怎样的 所以妙音在乐器里面不能够见 譬如真心在身中是见不到的 妙音虽然有这个妙音 但是如果没有妙子 始终不能够弹出这个妙音 发不出他的微妙的声音 就是譬如真心 虽然是我们人人本具 人人都有这个清净真心 人人都有这个实声 是我们本具 但是如果你没有妙修行 本人的真心始终都不能够显然 必定要有妙修真心才能够显化 由于一定要有妙子才能够发出乐器中美妙的声音 在妙修行之中 先先先当然就要听佛的开示 文实说法 由文法之后 得以大开 缘解、明白、法理 那不得一个缘三帝理 就是启收一个妙三贯门 由收三贯的力量 断除三烦恼 才能够显发出三如来状的妙性 三如来状的妙性显发了 那时候自受荣就尚落我静 他受荣 就能够利益众生无有迫尽 所以佛陀有妙修行 故且能够发妙用 众生无妙修 就不能够发出妙用 由于美妙音在乐器之中 无妙子发不出一样 与于众生亦伏如是 保各真心各各圆满 这里就是合上面的譬如 佛陀说 与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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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伏如是 亦伏如是 亦伏 琴压 operational 空泡琵琶滑的乐器 一样 虽然具有美妙之音 如果没有这个纯熟的妙子 就不可以谈奏 映出美妙的音声 这个宝国真心就是如来藏心 这个心静犹如摩尼宝珠 它的体是清静无掩 它的作用是能够光明朗照 而且摩尼宝是一切宝珠王 它能够出身中宝的 所以它的作用光明朗照 体用圆容是不相妨碍 不变不动的 故此就称为真心 这个宝国真心是人人都具有 圆满无缺 虽然堕落甚至做这个昆虫 玛丽也都未曾有丝毫减少 这个真心仍然存在 一个琴室等乐器 就譬如凡夫众生与异成人 妙音就譬如宝国真心 乐器具有妙音 如凡夫和异成人都具有这个宝国真心 乐器中所具的妙音 如果没有妙子 它虽然音声未发得出 但是未曾有流失 一定要有妙子才能够就出美妙之音 而众生具有佛性 虽然未曾有修行的功力 也都未曾将佛性为失 但是一定要有修行的功德 才能够显发这个真心 如我按止海印发光 我就是佛陀自清 又如我佛 因为有妙修行的缘故 佛陀有妙修行 得正如来壮性 于是能够起无边的妙用 所以一按止 这个海印即时发光 那我说到这个按止 是有按手指 以及按足指 足指就是脚指 本经下面讲 在第五卷讲 佛陀用手摸柯南鼎 用手摸柯南鼎 就是用这个手指 按摩柯南的头顶 在这个时候 普佛世界六种震动 未曾如来 因为从这个震动之中 从这个佛放 这个手摸柯南的顶的时候 世界六种震动 又光明 所以见到有未曾如来 就是无量无边之佛 无量无边之佛 至世界者 至于他们自己 本土之中 各各有曝光 从他们的头顶出 他的光 同时 于他们各各的世界 就是耐到其佛林 灌色加如来的顶 这一种 就是按手指 海印发光的证明 在这个证明经 证明经就是 维摩经 在证明经 佛陀说 佛陀开示大众 他说菩萨欲想得这个正土 当正其心 应当自己要正自己的心 随其心正 这个佛土就正 当时摄利弗专者 就起怀疑 在想 世尊在恩中 他做菩萨的时候 是不是他的心意不静 为什么他感到这个 娑婆世界 有这么多 污蔑经济雅力不静 他虽然在怀疑的念头 佛已经知道 所以当时释迦世尊 用他的竹子 按下这个地 一按地的时候 娑婆世界 他即刻变成了正土 变成清淨庄严 又要极乐世界 这一种就是按竹子 海印发光的证明 故此这个 如我按指海印发光 佛陀按指 是有按手指 以及按竹子 这些就是佛陀的妙修行 有这个妙修行 能够发出有这个 微妙的大用 这个海印 就是一个三昧的名字 这个海印三昧 出在沙盐经 佛陀得正这个三昧 一切法都源于这个三昧之中 由于大海映然一切事物的形象 所以就称为叫做海印发光 就是佛陀有妙修 故此有无边的妙容 但是你们就不同了 佛陀有妙修 就海印发光 如你们没有妙修 是怎么样 雨暂举心 就趁路先起人 那么这句经文 就是以法陀 没有妙子 就不能够发出这个妙音 李傅流落 以及一切的凡夫小成人 虽然人人都本具有这个壮性的妙容 但是因为没有妙修行之故 因此暂时起心动念 一个陈奴烦恼 已经先先生起 为什么 因为所用 都是妄想情类之心 是以妄想心做事 由于呼流落 在前面问 清静本言 为什么会不生山河大地 知有为上 他又怀疑 地水火风 为什么会互相圆容 而不障碍 这些问题 痛痛都是妄想情类 执法为实有 这些就是暂举心的陈奴先起 陈奴就是烦恼 这个烦恼先起 就是说明 没有妙修 就不能够发出妙性的大用 这种过患 在于坚道 因此 佛台陛下再说 由不勤头 无上角度 外念小成 得小为足 这种就是义成人的弊 这种就是义成人的弊 由于凡夫 和小成 不肯精进勇 勇猛求取无上度 这个无上度 就是实度 不肯学菩萨的广大多文 国道就是菩萨道 不收大菩萨行 由不肯精进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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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界生死苦 得正小果 就以为是满足 因为小成人 他畏惧菩提之路 很长远 佛果菩提 这么遥远 什么时候才行得到呢 因为行菩萨道 不是这么容易 故此他们就爱咬小成果 容易修正 因此就厌苦断习 无灭修道 纵使得成无学位 具足六神通 正得一体字 但是这个境界 不过是属于化成而已 不是永远真实 安分立命之处 与佛果距离太远 如果以得小果为满足 不肯进修大度 又怎样能够得到 妙志与妙理相契合 正如乐器 无妙子 不能够发妙音一样 所以佛陀说 你们暂时举心的沉劳烦恼先起 这种过咎 就是由于你们不肯勤力求取 不肯勤力求取无上菩提 一比是爱咬 缅着于小成果 得到小小就以为满足 烦恼未得断除 无命烦恼仍然在 因此未得以佛果菩提相应 故此一起心动念 这个怀恼就先起了 富流来言 我与如来 宝国圆明 真妙静心 无意圆满 如我 即遭无耻妄想 久再轮回 今一盛盛 尤未究竟 誓尊 诸妄一切 缘灭 独妙真常 敢问如来 一切众生 何因有望 自闭妙明 受此伦令 满辞专者 前面所问的两个问题 清静本言 何与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 以及七大之圣各有障碍 为什么又能够互相融和 这两个问题 佛陀在前面 都已经一一答复过 现在这一段的经文 专者又再起怀疑 他怀疑什么 他怀疑一切众生 因什么缘故会有妄想 以至到将本有的妙明 障碧 受这个生死 飘轮沉溺 所以这里 专者又再问 傅留来言 我与如来 真妙正心 无疑圆满 这里就另解到 前面 佛陀 对他说 与与众生 亦服于是 保国真心 各个圆满 是另解到这几句的开始 所以 傅留来说 我与如来 本来都同具有这个保国真心 如且 都是一样 没有分别 不是说 世尊 的保国真心 是圆满点 我的保国真心 是缺少点 不是 一样是平等 本有的真心 又如摩尼 宝珠 乃是 宝中之王 光辉 灿烂 普照 十方 所以称为 他叫 宝国 圆明 这个真心 之体 圆满 清静 不 燕 一 法 所以称为 真 妙 静心 宝国 圆明 是人人 本有的 心光 属于 智慧 真正 妙心 是人人 本有的 心体 属于 妙离 一切众生 本来 具足 这个真 如 妙性 同 十方 诸佛所证的 三德 没有 说 不同 所谓 再生 不会 增多 再 凡 虎 胃 也 都 不会 减少 乃是 平 等 平 等 所以 称为 无 二 圆 满 无 分 别 无 两 样 一 样 圆 由于佛陀 亲 正 故此能够起无边的大用 故此佛陀一按妙子 海印三昧就能够立时发光 众生为 一起心动念 这个陈奴烦恼就即时生起 这些就是为 同 有天渊的 分别 而我息灶 无此妄想 久在 轮回 今得 胜性 又 未够 境 这里 就是 领解前面 佛讲 与站举心 陈奴 先起 这两句 开词 两句 开诗 何以我们稍微 起心动念 陈奴 就会 生起 而 佛案子 又会 海印 发光 因为 佛陀 有 妙 修行 故此大用 就不可 思议 我们因为 没有妙心 我们因为 没有妙修 诸网 仍然 存在 这个诸网 就很多 很多网上 很多网上 仍然 存在 故此大用 不能够 显然 这边 都是由于 无量劫以来 迷失 真心 随信 不妙想 作业 流转 生死的过患 因此 现今 得到 圣 成 由未 究竟 今生 销行 得 如来 在 世尊 的 座下 为 佛 弟子 文 法 修行 得 正 四 果 阿 罗 汉 所以 称为 得 圣 成 得到 圣 人 的 果位 脱 脱离 凡夫 的 生 死 不再 入 父母 的 胞胎 出来 三界 这种 情形 和 凡夫 相比 他得到 圣 成 得到 自由 自在 但是 如果 和 佛 果 菩提 相比 起上来 仍然 是 妙小 之极 只是 属于 有 语 裂盘 因为 无名 存在 未曾 断 无名 小 成 位 未得 真正 究竟 原本 现在 得到 世尊 奋 道 境界 知道 要求 取 佛果 才得到 大用 无边 因此 就不敢 再贪恋 小果 自当 依 佛 所 教 回 小 向 大 勤求 佛果 但是 欲想 成佛 必须要 珍修 欲想 珍修 应当 要先先 断除 这个妄想 如果我们想断 妄想的 必须 先先 知道 这个妄 因 然后 才 容易 断除 由于佛陀 以前 曾经 说过 由于一个国王 出兵去 打这个财人 消灭这个财人 一定要先先 知道财人 在哪个地方 然后才容易消灭 他们 现今 细尊 诸 网 一切 完灭 獨 妙 真 常 佛陀 在菩提 道中 修正 已经 得到 圆满 一切 网 画 网 业 网 报 或 业 报 这三 像 都已经 完全 传 独正 妙 角 真 常 的 真心 所以 是 独妙 真 详 真 心 圆满 得到 显露 独妙 就是 解脱 妙容 不妥私 以 偏于 发戒 尽于 未来 大用 无穷 广利 众生 独真 就是 纯 真 无妄 乃是 般若的 妙志 一德 永德 独上 就是 不生 不烈 的 发生 离 体 佛陀 得正 三 得 悲壮 或 尽 真 元 于 诸 法 中 了 了 了 如 知 了 了 如 见 清楚 明白 所以 世尊 是 所于 过来人 由于 真 修 力 行 断 盡 妄 画 这样 必定 知道 妄 的 恩 由 故此 感 问 如来 一切 众生 何 恩 有 妄 自闭 妙 明 受此 倫 力 如果是 第二个人 未曾经过 修正 就不敢 请问 因为 问 他也 不懂得 答 问 就 等于 不 问 唯有 佛陀 是 先知 先觉的 大圣人 所以 我 才敢 请问 感 如来 现在 我 请问 一切众生 为 什么 原因 会有 无耻的 妄想 以至到 将毙自己的 妙正 原名 的真心 以至到 长久 受困 在生死之中 轮回 沉溺 在这个 苦海之中 不得到 出来 那 就是 专者 请问 佛 一切众生 因 什么 原因 会有 这个 妄想 关于 专者 这个 问题 在 本经 里面 有 几处 地方 引发 出来 第一 专者 因为 听到 佛陀 在前面 苛窄 他 爱 咬 小 成 得 小 为 足 因此 他欲 想 发 大 心 求 证 佛 佛 果 为 目的 但是 若果要成佛 必定是要真修 才能够断网 欲想断网 所以要知道网的因由 故此就要向佛请问 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听到佛 答前面的问题 开始有三种相续 乃是由于 最初一念不觉 起 无名 辰转 成有 六粗相 而至到有三种相续的过患 但是 但是这个无名 在哪一道呢 如果能够了知无名所在 才能够断灭 不知道无名所在 就不能够断灭 欲想知道无名所在的缘故 需要请问佛 这里就是第二点 第三点 佛陀在前面 开示阿难说 就是第一卷的时候 佛陀开示阿难 若不惜知心目所在 则不能得 降伏尘路 你就是要知这个心目所在 才能够得到 将这个陈奴 烦恼 降伏 由于用兵 要先知到财所在 才能够出兵 讨除 故此 就请问佛 什么是无名的根本 能够知道 什么是无名 才能够将妄想消灭 有上面的三种道理 故此傅流罗 就向佛请问 一切众生 何与有妄 或障碧 真心 如至到受生死 漂流 沉溺 佛高 富流罗 与虽 与虽 随意 如或未尽 吾以世间 现前 诸事 金服 混语 与起不闻 失落 成终 演绎 达多 忽于 神朝 以镜 照面 外镜 中头 眉目 可见 亲宅 几头 不见 眉目 以为 千 未 无状 狂走 于意 云 何 此人 何因 无故 狂走 富流罗 言 是人 心 狂 更 无 他 故 佛陀 答 他的问题 在答复之中 分开有两方面 解释 一方面 就是 说明 网 本来 没有他的来因 没有根 另一方面 就是 说明 正到真 亦都不觉 有所得 现在这一段文 就是先先指出 网无所因 恐怕他不明白 所以就立出一个 譬如 说明网 无其来因的意义 佛告 富流罗 与 虽 虽 除 义 那么 富流罗 听到 佛开舍 由于迷真 希望 故此有三种 相逐 既然知道三种 相逐是迷真 而有 故此对于清正本 虽然 云河 忽生 山河 大地的怀疑 又得到消除 后来再听到 佛开示 真心 譬如 虚空 启飞 群相 但是不会妨碍 种种相 在虚空中 发挥 他的作用 真心 不断 能够随缘 随众生之缘 故此 就是有 七大之相 显然 七大之相 是妄 不是真实 七大之性 是真 是如来状 性 故此能够 互容 不相 为 障碍 又听到 佛陀开示 三如来状 空如来状 不空如来状 空不空如来状 的妙异 亦都误到 众生与佛 宝国 根心 无疑 圆满 等种种的妙理 所以 至到这里 他怀疑 五大 互相 障碍 何以 能 相容 的疑问 亦都得到 消除 这样 大仪 已经是得到 消除了 所以 佛陀说 如须 随 移 但是 愚 惑 未尽 大仪 已经是 消除 还有其他的 疑惑 还未得到 灭中 呼流落 虽然知道 由迷真 希望 有三种 相续 但是未曾 知道 妄本 无恩 妄恩 本空 故此 问如来 一切众生 何因有望 这一种 属于 如 或 未尽 无以 世间 现前 诛事 金服 文语 佛陀欲想拔除 他的疑根 想将他的疑根 统统 弄出来 于是 就特别 引出 世间 现前的 实事 为例 来到 去问本 前尊者 语 起不闻 失落 城中 演若 答多 忽于 神 照 以镜 照面 爱镜 钟头 眉 可见 这个 失落 城 翻来 叫做 风德 演若 答多 是一个人 的名字 翻来 中国音 叫做 慈寿 慈 就是 慈堂的 慈 这个 寿 就是 寿 寿 寿 他的 父母 初时 是无子 后来 在神庙 那里 祷告 求旨 所以 得生 演若 达多 故事 以这样 来到 改他的名字 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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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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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庙 那里 求得到 这个人 这件事情 是当时一件大新闻 在这个失落 法城里面 所以 佛陀 说 富楼 与喜不闻 人人都知道 这件是大新闻 来的 你豈会 听不到 会不知道 知道什么 这件大新闻 我想你都知道了 这个人 这个演若达多 这个人 忽然 在一早上 起床 起床的时候 他做什么 当然是要疏洗 疏洗的时候 用镜照面 他突然之间 见到镜中 那个人头 有眼眉 有目 所谓眉清 目秀 眼耳口鼻 生得很可爱 清清楚楚 见得到 这个演若达多 就譬如一切众生 头 就譬如 这个真性 以镜照面 就是譬如众生 一念无名 妄动 微照镜之前 这个心 本来是宁静 但是一照镜的时候 看到镜里面 那个头 有眉 有目 不知道多可爱 于是 就动念 镜中的头 乃是属于 真头的影子 因为镜中的头 不是真头 是属于 人真头的影子 就是譬如 众生的心 本来是清静 本来没有心与境的分别 不起念 则疑 一起心动念 就有心境的分别 这个镜中头 就是譬如这个相份 知道镜中头 这个知 就是譬如建份 众生不明了 建相二份如患 以建份 攀取上份 念念生爱着 由于 那个演藥 太多 爱镜中头 一样 其实一切法 本是自心的影子 现在以自心 攀取自心 就是背角合尘 故此非患 就成为患法 亲泽几头 不见便目 以为 痴味 无状 狂 走 因为这个演藥 达多一 照到镜 看到镜中的头 有眉 有目 于是呢 就反而 起亲心了 起怒怒心了 怒怒什么 怒怒自己的头 为什么不是镜中的头 那些面目这么可爱 为什么自己的头 又没有眼 又没有这个眉 没有这个眼耳口鼻 不好似镜中的头 那么可爱 发起这个亲怒心 以为什么 他以为必定是鬼怪作水 因此呢 就无端无故 扔了镜子之后 就发狂 他走了 他找头 找他的真头 这个痴味呢 就是三林中那种害人的怪物 就叫做痴味 他以为自己呢 没有那个头呢 是被那些妖怪作水 于是呢 他就怕了 怕就走了 那这几句经文呢 就是譬如 众生为真希望 流转在这个生死之中 因为三界众生 外戀于假有的妄想 不见真空妙理 故此流转在同居土之中 这种呢 这种呢就是无状狂走 三界众生的无状狂走 二城圣人 外骄偏空里 不见妙有 于是呀 在方便土中流转 就名为二城人的无状狂走 乃至别教菩萨 就是潜位菩萨 外收万行 只知道弹宗 所谓弹宗者 但有宗道 以为一定要舍离空 舍离有 舍离空有 以便而求取宗道 这个是属于弹宗 只知道有弹宗 不见原容忠道之力 所以在实步土之中流转 这种就叫做 浅为菩萨的无状狂走 当初到九界圣范 都是迷头盈影 无状狂走 所以有时我们在经里面 讲这个 众生迷头盈影 报头狂走 这段的情形 就是从《灵人经》那里引出来 因而云何 此人何因 无故狂走 于是 佛陀就问满辞尊者 在李富楼楼的意思 认为怎样 这个人 为了 不也事情 而之都 無緣無故,發狂,奔走,去找頭呢? 傅留內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 滿詞專者說,這個人心狂,更無其他緣故 這裏說明,我本來是空 不是因爲,亦都不是因誤有 由於一念不過,就患起無名,更無其他緣故 經中說,眾生的現行無名,即是諸佛的不動字 所以眾生這個現行無名,一消滅,就是佛的不動字 不是說,無名還無名,佛的不動字還不動字 非也不是有兩樣,即是眾生的暴命 他的本體,他的真體,就是佛的不動字 龐大士說,但觀起滅處,此個就是真如 你想觀上觀心,觀心,在這個生生滅滅的妄想心 即於生滅之中,這個就是真如 有生有滅,有去有來,這個生滅去來,其性本來就是如來,作妙真如性 那這些呢,只是即妄即真,眾生不知,妄本來是空 以至到從迷即迷,就愈積愈厚,愈積就愈深 如果能夠知道妄是從心起,回光返照,妄自然就不生,當下就是大獵盤 所以在大獵盤經裡面說,十二恩怨即佛性 眾生迷的時候,於這個十二恩怨的流轉門,流轉於生死 但在五個時候,即於十二恩怨,就是佛性 佛言妙國明緣,本緣明妙,既稱為妄,雲何有恩 若有所恩,雲何明妄,自諸妄想,輾轉相恩,從迷即迷,以歷陳劫 雖佛法明,由不能反,如是為恩,恩為自有,色為無恩,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 得菩提者如誤是人,說夢中是,心中證明,欲何恩怨,取夢中物 那這段文呢,就是已發合前面的譬如,眾生,眾生的網,由於演藥達多,迷頭形影一樣的狂妄的 這個八當,因爲無緣無故,心發狂,而奔走,無有其他恩怨 眾生因爲為真喜網,流轉生死,亦沒有其他恩由,這個網是沒有它的根的 佛言,妙國明願,本願明妙,佛陀說,妙國明願,真心直言不動,能夠照了萬法 但不為一切發轉變,染污,就稱之爲名願,乃是,說這個真心本來是妙國,本來是明,本來是願,本來如是,本來如是,本來是 暱語,這裙卻叫做本言明妙,這個本尤明妙,ちarf it is 本言明妙,即是大佛丁的意思,本言,即是大義,本明,即是佛義,本妙,即是丁義. 众生本来具有体相容三大的本源明妙真心 一尘不染,一法不难,实在是无有一法可得 不得要修行才有,本来就无妄想 不应该说是妄之恩 既称为妄,云何有恩,若有所恩,云何明妄 这里解释,妄本无恩 既然是妄,自然又无实在的体性 又怎会有生起的原因 如果有生起的原因,一定就会有实在的体性 既有实在的体性,又怎会称之为妄呢 既称为妄,云何有恩,若有所恩,云何明妄 自诸妄想,就简转相恩 由于种种妄想,简转互相为恩 是最初一念不觉,有无明业相 有这个无明业相,患成有能见相,以及所见相 这种情形呢,就是无明不觉,生三世 生出一个三世相 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 这个就是三世相 那么见分,他不知道相分如还不实 就妄起分别 那么这个分别取写就是属于智相 分别就是智相 那么分别不停,念不念是分别无有间断 这种就是属于相逐相 由于分别不停,坚固执着 这种就是属于执取相 由于坚固执着,继身心为实在之我 计外的境界释法,就为真实之境 于是,计我,计人,计智,计他,就有名字生起了 所以称为它叫计名字相 有计名字,就起贪真之意了 因为有我有人,你我,这些名字生起,就有贪,有亲,有痴 有这个贪真之烦恼,就做这个杀到人之业 就叫做起业相 既然作下业,就感受这个果报 有这个果报色身,就生老病死,种种痛苦,适放着,不得自在 这种就叫做业系虎相 那这六种相呢 就叫做警戒为原,掌陆粗的道理 因为从势至粗 从隐眉,至到显著 这种情形,就叫做自诸妄想,展转相恩 从种种妄想,如是展转生起,互相为恩 从迷即迷,以力陈劫 从一念不觉,有根本无味 又从根本无味,而生出一个枝末无味 迷惑作业,游业感果 受果时,又作业 游业,又感果 于是,感果又作业,作业又感果 上上受生死,就无有了期 故此就叫做从迷即迷,以力陈劫 说明众生之寿,无量生死 他的过患就在于这个迷 虽佛发明,又不能反 虽然佛陀苦口婆心 所谓发明者,佛以大慈悲,秦秦善有 苦口婆心,种种啟发指导 就叫做发明 虽然经过佛陀 种种开示 说明三种相续的来源 是由于迷真,喜望,妄因妄果 本来是空,无真实的体质 但是你们仍然未能够回光返照 不能够反省觉悟 所以是很有辜负佛陀的大慈悲心 虽佛发明,又不能反 如是迷因,因迷自有 由于不了达如是迷因 本来是虚妄 正因与迷惑之故 所以常常觉得是有 妄本来是无因 执为实有,其实迷因 由于空花患游 如水月那么虚妄 似得是有意 完全就是因为你不了悟 所以不是真实的 那是虚妄的 色迷无因,妄无所依 如果能够反照而生 色迷迷,本来是无因 无根而生 那是假有 妄想亦无所依靠 不能够存在 你知道这个迷 是无因而生 是属于假有的 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会起这个妄想 所以妄想亦都没有了依靠 不能够存在 相无有生 欲何为灭 既然妄恩 尚且无有生 你又想怎样去消灭它 生相既然是没有 又如何有灭相 因为有生 才有灭 无生相,生相尚且无 你怎样会有灭相 你问一切众生 何因有妄 自并妙明 受此伦历 以为妄是有因 故此就要灭妄 变成妄想家妄 因为灭妄 这一念 已经是妄 所以应该了知到 妄本来是无因 无需要灭的 得菩提者 菩提 回来叫做角度 即是众生的本有心性 菩提 既即是智心 本具 又如何有得 如果说有得 亦会有失 所以得这个字 完全是假命 现在佛话 修行得菩提 那是方便之语 其实得菩提者 是将无此时来执着的杂器 消灭正尽 本有心性 发出光辉浪照 所以假名为 得其实不是真真正正 在外面得入来 而是将这个烦恼消除 本有心性显现 所以叫做非得如得一样 如误时人 说梦中事 知佛已经得到无上菩提之果 只不过是等于 从梦中 睡醒之人 说梦中的事情 那么说梦中的事情 是不是真有的呢 梦中的事情 不是真有的 记得在这个成语那里 有一句叫做 黄粮一梦 这个黄粮那些粮呢 就是那些五谷之一 是那些谷类来的 那么你煮那个 煮它的时候呢 那你吃的时候呢 都等于好似吃饭 差不多是那些 那么这个黄粮一梦呢 就是呢 煮一餐那些 那个黄粮 那么久的时间 已经是发了一个大梦 这个大梦呢 已经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就是说呢 以前有一个读书人 叫做落难才子 贫穷不得志 他是姓 好像姓奴的 叫做奴生 那么有一次呢 他去寒丹那个地方呢 住在这个旅馆那里 那他自己呢 在那里想啊 那一晚呢 他自己在那里想 自己在功名上 又不得如意了 那在事业上 又不得如意 贫穷老倒了 那于是呢 就在那里悲叹了自己 那怎么知道呢 在那他隔离房呢 是有一个 一位叫做女佣 他这个呢 是修道的人 那听门他在那里 咦 扬扬 那扁扁 沉沉 那就听到他自己是说的那些事 那么他 之后呢 他就说 你 那我 我给你个枕头 你 睡着觉啊 他说,你睡觉了,你就会有很多好处的了。 那个奴生大概是累了, 拿着他的枕头浸下来睡觉。 他一睡觉之后,他就发梦了。 发梦自己去到一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就不知道什么名字。 去到那个国家,就遇见一个很美丽的女孩, 就跟他结了婚。 这样,自己又上京考试了, 又考到中了功名, 中了功名之后,自己又赚了很多钱。 他那个崔小姐,他的派派叫崔, 又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子, 又聪明又凌厉, 真是心满意足, 就愁愁满志,自己功名事业家庭都不知多好, 很满意,很满意。 于是他就享福,享了五十年。 享了五十年福,享完福之后, 就老了嘛,老就病了。 病又要死了。 当他死的时候, 他睡醒了。 发梦发到他死的时候, 就睡醒了。 但是,在他睡醒的时候, 那个旅馆的主人, 在煮那些黄粮, 在煮那些黄粮, 等于我们说在煮饭, 在煮饭。 他在梦中, 娶妻生子, 功名富贵, 经过五十年, 由老而至死。 几十年的光景, 一睡醒了, 原来店主人, 看着속诏, 感谢观看